正面健康 我的理想其實就是 我是要養爸爸媽媽 我更加不喜歡喜歡明星 她已入行 就在樂壇獲得多個最有前途新人獎 她的形象正面健康 同时也参与很多不同的公益活动 而在今年更加参与最新一辑 《廉政行动2009》 饰演廉署的调查员 我是ICAC调查员许奇珊 她就是今集的嘉宾薛凯奇 我在《廉政行动2009》里面 就是做一个新的调查员 我的名字叫三三 她的性格就是细心观察能力强 和感情方面都是放得重的 无论是在朋友上 甚至是在她拘捕的饭上 都是很关心他们 现实生活中的薛凯奇 都像三三 但是一个更加疯癫的三三 我是一个起伏很大的人 某程度上这个性格是会帮我排气 因为很容易扮平静 每个人都扮到 但在极端的时候 我又拿回我自己极端的一面 三三也会的 例如有些案件 她都会在想 或者她的贪污可能也有苦重 虽然可能吊养家 但也不应该贪污 即是你能分开 我也是一个比较感情用事的人 跟家人关系都好 爹地妈咪都很疼我 我爹地妈咪都算是退休状态的了 所以我都有负担 人们会觉得薛凯奇 真是 真是 我承认我不是很穷 但我不是去到一个情况 我是 我不做而我是可以 摊大手把 问爹地妈咪 拿一切钱 我是要让爹地妈咪 所以 知道钱的重要性 但永远令我最开心 或者最不开心令我走的时候 每一次现在想起 都不是钱 甚至乎是 如果我那段时间当 每一刻都有她 粗促地说 吊猫的时候 最吊猫的时候 的不开心 都比不上 可能家人感情发生有问题 或者自己感情发生有问题 或者朋友感情发生有问题 而令我走 所以我觉得 其实钱真的 钱是 足够就可以 我自己最重要是觉得 人格 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人的信用